《幸福来敲门》 如果站在幸福的十字幕口 想敲开幸福之门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来跟我联系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要特别感谢真心视频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同时要感谢《莫生太阳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样呢我们要欢迎 今天来到现场的帮助团的老师 他们是世纪家园网的副总裁徐伟先生 我们的大学老师志玲老师 作家情感专家贾家女士 欢迎我们的律师刘宗耀女士 同样呢也欢迎我们百合网的情感教练 赵永久先生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呢 故事的主人公 其实年龄并不小了 但是也是在追寻梦想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障碍 这个障碍非常之大 概括起来是一个百万富翁 变成了百万富翁 这个富是富数的富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扮成观光形象 在南京街头卖唱的人 由于他七次创业 七次破产 传奇经历 网友们都管他叫破产歌 而他现在的最大心愿 就是开始第八次创业 但是这却遭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极力反对 那他的第八次创业梦想又是什么呢 这个梦想为什么会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呢 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人由呢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潘君 有请 潘先生你好 嘉宾好 请坐 七次创业对吧 对 七次失败 对 准备第八次开始创业 你最有钱的时候有多少钱 一百多万吧 每一年 九八年 九八年一百多万不得了吧 九八年一百多万 相当的不得了 太不得了了 那你现在背多少债 现在的话还有五六十万 我七次创业 七次失败 再创业就是第八次 我准备用幻种方式 不是传统的方式 就是准备用唱歌的方式来 进行我第八次创业 你欠那么多钱 你不踏踏实实的去工作 给人还钱 你到处唱歌啊 不愁啊 愁也愁 但是我就是喜欢唱歌 这唱歌和你创业之间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我在家也做了一个庆典公司 庆典演出公司 我把想用唱歌这种方式来 然后唱出的名气了 然后也能增加我家里 演出公司的一些名气啊 跟那个收入 说白了 您第八次创业 是做一个演出公司 是这意思吧 我以前呢 就是没有老百姓的这些舞台 所以说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现在好像好多电视台 都有老百姓这种展现的舞台 我一直有这个魅想 你是觉得自己的实力不够 因为现在有这样一个 很多的这个媒体平台 让普通的百姓可以变成明星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参加了这样的比赛 就会帮助到你的公司 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创业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能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吗 听说你写了一首 就是你这个经历 创业经历写的歌是吧 对 那我们能听一听吗 我们先听一听唱得怎么样 好 可以 老师我们来听一下 来 生活很足润 别闹不解了以后 工厂就关了门 道歉外债 他就是我 我该这么办 九九年开了天气盛 借到归花债了钱 明儿年开了歌舞 不仙再说再过满门 明四年开了夜一道 长地天天被占有 明气连带离 你竟然然气怒 扎得又不天天害怕 啊 我也不想过 啊 我也不想过 到什么时候才能忘 债务不换情 啊 谣人叫我跑 啊 我也可想跳楼 白眼光红 漫长幻战 还望大家多多值得 还望大家多多值得 好 谢谢 我不是为你唱而给的 我是为你的一个生活态度 因为你说过想过跳楼 想过这样想过那样 但你至少没有跑 对 是没跑都面对了哈 对 我要跑少就跑了 但是我就在想 其实面对你这样一个态度 而且你刚刚跟我们描述的 开的这个演艺公司 啊 婚庆公司 包括你唱歌 其实能够偿还一定的债务的 现在效益怎么样 春天和夏天都是淡季 就是冬天有点生意 其他的时候没有什么生意 你就给我们一个实话吧 就是一年大概能挣多少钱 一年十万块钱差不多 十万块钱 如果说这样攒着的话 五六年就可以把这个债还了哈 那江里人为什么这么反对 您做这个事呢 我觉得这么听起来 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呀 虽然经历了七次失败 但潘君对他用唱歌 进行第八次创业的梦想 充满信心 对于这个看似很好的梦想 为什么就不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潘君的父母上场 有请 有请 我看妈妈是抹着眼泪的笑容 来 看看妈妈请坐 来 请坐 按说在儿子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特别是背了这么多债务之后 他能够以这种积极的心态 没有倒下 没有被压垮 也没有自暴自弃 重新来面对去挣钱还债 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事 爸爸为什么你们俩都这么反对呢 我看法不是这样 和他国内不一样 如果是真阿八斤的 这个公司 哪个商场搞竞争 搞此小 住着一半人 长啊 那还差不多 您觉得您的意思是他搞实业没问题 是吧 啊 但是到处软炮 跑南京 解脱买衣 半夜观光 因为事情不得要打招呼 走了一个多月 我们在家老公娘她知道这个事 还不是听 其实有些学生在学校看着网啊 在网上见到的 在网上看到的 啊 他有人来来回回 上南京的 有人认识的 回来家也告诉 我非常非常生气 您为什么生气啊 他那样不也挣钱吗 是挣钱 都是这个挣钱 但是挣钱的门了不对 有什么不对啊 我不是 利用那个生意空闲的时候 淡季的时候 出去挣钱吗 你挣着的钱 是寥寥无际的干家 大别大别的钱 如果没有人讨斩啊 那几天还准备着 我爸家里有没有钱 我说我不用的钱 我不用的钱 不用他钱 他还有我的钱 您等于还给他倒贴是吧 我不要他急了 我直接不要你还了 我也没有个账 反正给我好几万 我从来提都不提 他还从您那拿了好几万呢 啊 哦 其内心来不是一次性的 哦 他是一次性的 怎么说 那他有兄弟什么的吗 他有 嗯 他有一个弟弟 有个兄弟啊 因为苦苦 苦苦看他来到电视台上去跑啊 他成了什么熊啊 一没成到名堂啊 一没成到亲 家里头的血泡 跑到好多回 不敢跟他过呢 他说你再过来过呢 我可怕他跟他挂下 我可怕他跟他吵漏啊 我会疼啊 咋个气还很疼啊 疼啊 我跟他跑去家就结定 你家有没有钱啊 你家有没有钱啊 结定给我拿着 把饭带口呢 他在南宁前怎么热 吃饭 猪球 来回去 咬的怎么回 这两个兄弟 还没人在南宁华表的 你说这长这么管 你说 我们听明白了啊 你们赶紧劝劝他 要劝劝他吗 啊 来 律师 刚才说到了 八次创业 七次都失败了 现在是第八次是吧 我想问你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分析过 之前你的创业为什么失败了 有没有找到原因啊 可能我这人心眼太实 这么多次的失败 原因跟我这个太实在 不适合做这个传统生意 可能有关 就是说你从这些事情上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你不适合那种传统类型的创业 对 你认为你就去适合 你现在所谓的这个 第八次创业是吗 对 我想尝试一下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对你的现在的债权人 你还欠了别人很多钱 对他们有一些交代 呃 我只给给只给他们一些保证 我 都是多少年的朋友 我叫他跟我这个钱再扛一扛 潘君一直一厢情愿的认为朋友 理应帮自己分担战 但是潘君朋友的想法真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我们也请到了潘君的一位朋友 但是同时也是债主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我们掌声有请啊 阿哥你好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坐 那么刚刚我说您是他的朋友 同时也是债主 您跟我们说一说这其中的关系吧 他是借我借我的钱 我别朋友借的钱 他到现在还没还 钱多少 十四万块钱吧 我说我也不容易 我也四个小孩 出点钱也不容易 我的朋友天天上我们家要钱 因为唱到现在也没把钱还掉 就是到现在都没有还过你们一分钱吗 没还 你说你跑来跑去也没赚到钱 你还唱歌 唱什么歌你啊 呃 这是我的梦想 不得说你叫我 你的梦想你少人钱也得还钱呢你 还钱慢慢还 我也不说老话 我没钱怎么烦 我们住在一起对不对 我帮你的 也不是说这个 瞎话 也不是说瞎编 你别了在 你给我处的好嘛 朋友嘛 都放在最后烦 不是 好朋友都放在最后烦 你到处唱唱的有 关系一般话的我就 讲背啊 讲啊 讲庄啊 你有屁股 你没唱到钱 到达人秀下面 我看点声也没博 也没唱到钱 你说你唱的有什么用法 达人秀 我是在南京直接晋级的到上海警卫厅的 他几乎是没播 没播实际上我们那个节目做的很好 你说你再好 你再好 他有的唱的不如你的 人家上的大人秀 你怎么没上啊 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就是我们的节目因为太感人了 太好了 所以他没播 我们下面那个观众 百分之七十都掉了 所有的导演 包括主持人陈雷 他都很感动 就是他 什么节目啊 就是刚才唱这首歌 就那首歌啊 就是唱的很感人的 你再感人也没屁用 你反正得把我钱还上 所以您就告诉他 您瞎折腾出去唱歌 参加这个比赛 那比赛还钱就变得遥遥无期 你还是抓紧时间干点实事 是不是 对对是这样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VCR 让大家看一看他的工作情况 也算是给父母给朋友一个交代吧 算是一个汇报吧 好 一起来看看 如今 潘君为了实现自己第八次的创业梦想 还清所有的债务 他每天都拼命的跑业务 不管是婚丧嫁娶 还是活动庆典 他都亲力亲为 演出吧 天一亮六点钟就要出来大舞台 每天都是这样 就要有业务了 有演出了 就是这样 就是下乡 早上去 晚上一天 基本上就是这个 一天几十块钱吧 我也是没办法 有办法我也不想出去 就是为了赚钱还债 而在生意淡季 他就扮成关公去街头卖场挣钱 用他的话说 不投不抢 挣这颗钱不如人 但是一有各种唱歌比赛 他就会立刻停下手中所有的工作 没钱借钱也要去参加 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了名 这个演出生意才能好做 第八次创业才有可能成功 这个时候潘君的逻辑我们看到了 不是说他不努力 他也在很努力 他认为说通过卖唱也好 通过参加比赛也好 出名了 钱不就挣得更快了吧 对于还家来说是一个好事 可能你的朋友还有父母不理解你 你还能承受 但是你的另一半 对你也是极力反对的 我们来听听妻子的意见好不好 来掌声欢迎潘君先生的妻子 有请 慢一点啊 现在已经有七个月的声音了 这位是我们的宋归丽大姐 你跟她认识的时候是哪一年 九九零年吧 她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 那时候条件很好啊 然后认识一年多 在两年时候就纠纷了嘛 那时候她就要半场了 那两年以后就是 地老出现地老了嘛 然后工程就生意不好做了 然后她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是进行创业都失败了 中间你阻止过她吗 阻止过啊 她说老婆说 我还是想赚钱 把这个账还上 就是跟人家打工 挣不了多少钱 我要你看着办 要看人做力就做 想好了 不要再做亏本了 在你们经济上最难的时候 是个什么状况 最难的时候 那时候签人账的时候 就是 就是 那就真的不能提了 那么 那时候欠人家那么多钱 那时候 被人家贷款到期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 这个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那时候我就说 我也想过去死了 后来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我对不起孩子 我就 咬着想着挺过去 我们听编导说 其实你现在最反对 她做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我是反对她 在街头去卖唱 因为她 一定是一个大男人 对吧 以前是很有钱的 应该在网上 孩子在学校 对被人家说 你爸爸在班 孩子心里面在嘴上 在不说 她心里面是不好的事 我听 当时我还不知道 那时候她没说跟我说 上南京去买账 我在家的时候 她说 我出去挣钱 现在生意太大了嘛 我说你到哪儿去挣钱 说你不管我 我出去挣钱 不会在家带着 没事做嘛 她就说出去挣钱 我就在家带孩子 等到一个都要 有人就说 在南京看到她 我就不信 我当时我就 我说到南京去找 我那时候到南京去找 我看到她在外面那么长 我那么辛苦 我真的心疼 我就哭了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今天来的目的是 有什么希望吗 就是叫她 跟她说 叫她 关公这个卖上符去唱了 我们把家里的生意做好了 她如果坚持去 你怎么办呢 她坚持去 我就把孩子做掉了 我看她没有一个 拿着发款的 你以后哭一下 死掉她 放红少人 其实我 跟你们说心里话 我跟她够了二十年 我留见她 她也是没办法 她走这个路段 因为她很喜欢唱歌 她也爱好唱歌 我就是说 她唱歌我可以支持她 那是她的爱好嘛 我了解她的这么多年 她因为她的唱歌 救了她自己的命 因为我这么多年 我很了解她 她也不去唱歌 她不会活到今天的 你的意思是说 在困难的时候 因为唱歌 所以她的情绪 被疏导了 对 看来 她您真的对歌 太痴迷了 我们先来听一听 帮助团各位老师的意见 志玲 潘大哥 说实话 您这个年龄 您家的现状 这不是追梦的时机 您要是她的事实 做您那个婚庆礼仪公司 淡季的时候 哪怕您用任何方式 去打一份工 挣点钱 都比您参加这种歌唱比赛 靠谱的多 这种歌唱比赛 那都是年轻的毛头小伙子 他们去追个梦 玩个票 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 不是咱们这种肩负重责的人 每天去捞世界的地方 潘君我在想 你可能生病了 治疗你这个病呢 有中药有西药 可能从情感方面 那算中药 治本 但是来的慢 我这边呢 有一个药呢 是西药 可以给你治标 但来的快 能够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及你们家庭的问题 第一呢 我先说你病在哪儿了 你七次创业失败 马上第八次 我觉得结果也是一样的 失败 为什么 你没有了解到你要做一个生意 你真真正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不是你个人品牌的这个增加 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你 你就可以做成某一件生意 赵川 周群 两位老师生意知名度比你强吗 他如果随便去做一个房地产和做什么 我不相信能成功 所以说你病在你不了解做一个生意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同时这个市场足够大 这是你在创业当中遇到的病 刚才我听到你要做什么 做婚庆对不对 我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婚恋的 你们俩同行 我们俩属于一个产业链上的 我是前端你是后端 我有五千万的会员 我有数百万的成功会员 就即将结婚的 如果我们俩联手 我能够帮你一把 我们组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你的客户资源就很有了 再加上你又能割 你又删策划 你的生意应该还是不错的 那咱谈一个条件吧 可以啊 这个条件我不让你提 我让你的老婆和你的父母 还有你的朋友提 行 别在这儿 别当着他的面提 好 这样吧 我们请这个律师 因为有债务问题 我们请律师和曲总 跟家人 爸爸妈妈妻子 还有他的朋友 我们一起到这个 幸福倾诉时里面 我们来谈 怎么把他这个彼此彻底治好 来 有债务问题 好 今天其实 曲总你那个算吗 要跟他这个战略合作是算数的对吧 我在这儿给你们做一个背景介绍 阿姨 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小伙子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裁 他说愿意跟你的儿子进行合作 但是合作之前有个条件 我们可以提一个条件 朋友也应该提一些条件 但是这个条件一会儿咱们律师在 看看这个条件合不合理 妻子也提条件 只有把这些条件 潘君都同意了 曲总他要跟他合作 是的 没错 就是跟他合作的一个前提 所以你们在现在想 我们从妻子开始 妻子提的条件是什么 我提个条件 就是说我不希望我老公在外面去卖唱 别再穿那个关公服卖唱了 对 是吧 真的跟家有吃一吃我就自作了 把账还进我就满足了 我觉得他特别贤惠是吧 他其实是对自己老公特别尽头 对对对 其实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的 那接着我就问了哈 朋友是吧 您给提个条件吧 我呢就是说他不管到哪里唱 人家上我们家的药钱呢 我心里也难受 对不对 他得把这钱还给人家 人家是我给他担保的 您是当初他借钱的时候 您做的他的担保人 对 所以人家现在找不到他 就都在找您是吗 对对对 那您希望他现在把这个钱多长时间没能还上呢 我总是他有钱的到回家给我采访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希望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就是我那两块钱他没有了我不要了 如果能最早还 对其实是先就别人 别人的钱先还 先还您担保那十二万 对 欠别人的钱 对对对 这是您对他的一个爱情 对 好明白了 判军你从上来之后 我就没看你笑过 一直愁眉不展 我知道 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里可能很难笑得出来 一方面是背着巨大的压力 外债重重 一方面呢 亲情这边 又是不信任不支持 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幸福的倾诉史当中 对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煎熬吧 是 不知道他们等会是什么意见 你感觉呢 嗯 我感觉 他们不会支持 来 爸爸带着妈妈 说一个你们的愿望吧 对儿子的愿望 我的愿望 只要他不是简头在处的关公 从这个服装再去剪头 这地方长两句 那地方长一段 这个实在也不需要抗议 比如说高低红琴 情变 或者说拉大厂 大潮石 搞促修 这都抗议 我真正有 我现在的穷得当当的 我没有警戏上 实在没有能力再支持他 明白了 咱们几位其实就想让他做到的 就是叫他实地的去挣钱 对吧 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承担起对朋友这个债务的责任 其实 潘君不就一个想法吗 今天他在这儿也一个想法吗 是希望大家支持他第八次创业 对吧 是的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我们马上会带着你们提的要求 我们跟他去沟通 居总出面去跟他沟通 然后呢 你们呢 就到那个外面去等候着 如果他满足了你们的条件 如果他满足了你们的条件 我希望你们给他一次机会 从我们那个幸福之门出来 如果他不满足你们的条件 你们也可以离开 不过那个幸福之门 听明白吗 好 好 谢谢你们 你们去考虑 你们去考虑 外面去考虑 好 我们在幸福庆库曲的时候 听到了来自于你的父母 你的妻子和你朋友的三个月吧 你妻子的愿望就是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再到街头去卖唱了 希望你脚踏实地的来创业 要求你把那个观光服在这个现场就毁掉 给他们一个说法 第二层是来自于父亲和母亲的一个愿望 其实父亲和母亲要求跟你的妻子是一致的 只不过他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是说 你踏踏实实做事 不要让我们在为你做的事情往里投钱了 好的 刘律师 你朋友对你的一点期望 朋友希望你能尽快把欠的钱还上 但是我要说的是 你这个朋友真正的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刚才在倾诉室里还在跟我们说 让你先去还欠别人的钱 他自己的那两万块钱 你可以放在最后管 那你朋友的愿望可以兑现和承诺吗 可以 有钱的情况下 能第一位的还吗 能做这个承诺吗 能 对朋友的承诺是有 好 接下来就考虑那个吧 嗯 嗯 嗯 其实我也很 很犹豫 嗯 嗯 真难度 很大 韩军对关公服的办法不舍 使现场气氛变得愈加紧张 帮助团开始对他轮番劝打 你就可以有曲总 跟他合作的这样的机会了 比你去卖唱挣的钱不多一百倍吗 你挖不回头不知道为什么 你太自私了你知道吗 他就是在提条件让曲总帮助你 他没有什么力 这会还是你得力 你还在犹豫什么 我觉得这个关公的面具 更像是你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虚伪的面具 我们再给他三十秒的时间 请我们的老师给他做一个三十秒的计时 谢谢 此局的盘军到底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我考虑好了 反正干我衣服毁掉了 我们来看一看 在你再三犹豫之后 这下门打开的时候 你这些最亲的人 最好的朋友 才会有谁在支持 来 谢谢 好的 潘军 请你把手放下我们的幸福啊 我希望你今天到了大家的面 把这个衣服撕掉 回家吧 好吗 男君 带着自己怀悦的妻子 走入我们的幸福之门吧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离开这 朋友已经离开这 赶快去追他们吧 好吗 去吧 最大的抱态 多么贤惠的妻子 多么贤惠的一个母亲 其实包括潘君的妈妈 也是在这个现场 为什么会那么激动 担心的是儿子 虽然父母和朋友 因为潘君的犹豫 让他们不再感谢人 但是我相信 随着他自己的那个举动 和他未来脚踏实地的工作 包括跟曲总他们的合作 亲情还会得以修复 友情依然会得以修复 是的 我们失去信任不是一两件事 一两天 那得到信任 重回重新赢回信任 也不是一两天的时间 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修补 我们也希望潘君 就像在我们现场承诺的 他说到做到 我相信今天的现场 老师们的话 会给他很多的钱 我相信 未来他在跟曲总 合作的过程当中 也许真的不可能 得到很多的钱 但是通过合作 使他打开了眼界 让他从现在 整个抑郁气质里面走出来 能够走得更阳光 更开心 因为在他那个家庭 还有一个新的生命 即将诞生了 此刻我们的这个屏幕上 又打出了我们的两部热线变化 这是大家站在 幸福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 让我们的帮助团 现场的观众朋友 来帮助大家 扣开幸福之门 在这儿呢 还要特别感谢 珍稀食品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感谢莫森泰杨静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要再一次告诉 第二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天津卫视幸福来敲门的大门 永远为您敞开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晋 谢谢大家